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传山文化之美 日前由爱兰礼、铁山礼以及梅村、爱兰及铁山三个社区 共同举办传山文化祭的活动 活动当天除了各种有趣的闯关活动之外 也结合造纸文化举办一场只做衣服走秀的活动 也让整场活动增色不少 县议员吴国昌表示 传山文化非常丰富、精彩 也希望藉由活动的举办 能够唤起平埔族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 让大家重新了解到传山文化之美 在我们传山家的文化 可以唤起我们现在年轻人和我们爱児台这些孩子 了解他们的祖先早期 来这开困、来这生化、来这生根 是如何辛苦的经营 今天在这里基盘了很多单位重视 包括我们的文化合作 也亲临、来这来参与 有出国家 政府对每一个文化都很重视 县议员林方宇表示 传山地区文化资源丰富 地方居民能够用文化 结合产业以及观光来推展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学习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也能够让传山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在这里也感谢社区的努力 由我们陈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的社区的活动不断 包括了我们社区的这些长辈们 大家为这块土地来欢喜参与跟付出 我相信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会有延续性 也会有发展性 县议员许阿甘表示 这次的活动能够结合造质文化 举办制作衣服走秀活动 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创意 加上各种闯关活动都非常有趣 如果每年都能够持续来举办 相信也能够发展出普林另一个特色 带动地方的繁荣 我相信这个文化制 我们希望能够常态性地来举办 今年只有第二遍而已 希望每一年来过点时间来办 我相信这个会发展出 爱兰替山这边真的有特色的文化 对我们産业观光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 县议员廖志诚表示 船山地区具有许多 非常具有文化历史意义的故事 而船山文化级活动 结合地方文化 美食产业来举办 整个船山地区的特点 来带动观光 相信能够为地方带来实质的效益 其实很多很多这都在我们船山文化级活动 重要的一环包括美食 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 现在这就可以做到观光结合 观光结合来给人体验 来这里融入生活的体验 来这里偶尾头更棒 来这里偶尾头感 来这里体验这个 没有行动水的这个规定当中 这可以说非常精彩 一定要跟观光结合 来带动观光 副议长潘一泉 肯定爱兰里长 铁山里长 以及梅村 爱兰及铁山社区 理事长的用心 能够结合地方文化 及产业 来带动地方推展 让大家都能够看到 船山文化的特色 是非常值得我们持续来推广的 记者陈伟一 普理采访报道